前Big Bang成员胜利 仅仅背叛一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让韩网纷纷暴怒 今天还没报告了 韩国最高法院对南方Big Bang前成员胜利 最终判刑 胜利西洋服一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胜利在2019年被曝事前打架 吸毒 组织迷奸 性招待客户等一系列事件 消息一出震撼整个韩国娱乐圈 随着大众对这一起事件关注度越来越高涨 风波逐渐扩大 不少艺人也被接连爆出与此事件有关 在韩媚公开的聊天记录中 几名知名艺人不单单只是迷奸女性 进行偷拍并分享新影片 还为了掩盖罪行 贿赂警察高层 随后胜利宣布退出演艺圈 但事情并没有因为胜利退出演艺圈而结束 就在胜利宣布退出演艺圈的隔一天 胜利就被爆出了 有关于性招待的聊天记录 在被爆出的聊天记录里可以看见 聊天群里一共有八个人 八人之间也会互相分享自己偷拍的亲爱影片 特别是歌手郑静英 郑静英曾经在聊天群里详细地解说 整个不可描述的内容过程 引起了韩国网游的讨伐 事后郑静英承认了罪行 也被判了五年的有期突行 之外男创FTL的前程员崔忠勋也被爆出世代聊天群的其中一员 在聊天记录里能和明显地看见 崔忠勋参与了整个对话 并在得知郑静英弥见一名女性的时候 表现出了非常兴奋的模样 还说给我看影片 我要活的女人 简直不把女性当作人来看待 随后在经过警方的调查后 崔忠勋最终被判了两年六个月的有期突行 然而在今天胜利最终宣判结果出炉 再被指控性交易 中介性交易 性暴力 洗钱挪用公司资产 惯性赌博 违反食品卫生法 违反国际交易法 教唆打人等多项罪名时 一直主张自己只是违反了国际交易法 并强调自己对于性交易的指控一无所知 在二审的时候 法院法设立原本应该要服三年的有期突行 缩短至一年六个月 在来来回回审判了三年才有的最终结果 让韩国民众不买账 对于九项指控的判决都是有罪 但只需要服刑一年六个月的结果 表示不理解 因为牵涉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要赶快把尾巴斩断的意思吧 但因为对尾巴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至少都要把刑期缩短吧 傻眼 最少都要给十六年不是吗 比去军队还要短呢 九项罪名都有罪 然后判一年六个月 律师还真会办事啊 不知道大家对于胜利 只需要服一年六个月的有期突行 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还有请问五项指控的 就位赞的行为 有个人是普通的 看着你们好吗 有什么看着 你们好看的 你们好看的 你一定是什么看的 这是可以干的 我们好看的 感谢观看